好,这一节我们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总统大选 接下来这个贺锦丽要为民主党来这个添加战力 接下来如何影响她的涉中政策 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 先来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美国总统拜登在退选之后呢 拜登竞选阵营是已经让副总统这个贺锦丽 动用其中一个账户的巨额资金了 这个账户呢,大家关心的是在六月底的时候 其实金额相当的高达了九千六百万美元 这换算新台币也有三十一亿哦 好,非常的高 另外民主党的募款网站 这是另外一个网站 也说呢,这个我们来看到这个是Xblue 然后它的捐款金额二十一日突破了五千万美元 高达换算新台币达到了十六亿 外传已经成为民主党从2020年大选以来 担任的最高的募款数字了 是大家相当的看好这一次的这个贺锦丽 来补上这个这件事情嘛 我们看到拜登点头退选之后 贺锦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接手 外界就好奇说这个捐款也是无缝接轨 到底怎么一回事 先来看看拜登在辩论会后 就面临党内铺天盖地的攻击 从结果上来说 我们来看到副总统贺锦丽是目前最大受益者 现在外传有一个阴谋论是这样说的 这个辩论会逼宫 是不是贺锦丽一手策划的 Russ有内线消息吗 我没有内线消息 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阴谋论而已 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何经理在过去三年拜 他算是一个非常有忠诚的一个副手 他真的跟拜登合作得非常愉快 而且这个是令很多人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回到2019年 那个时候是民主党初选的前几个月 常常有候选人参加民主党初选的辩论会 他常常那个时候常常批评拜登 因为拜登有50年的从政经验 所以有很多可批评的地方 他当然参议员或副总统 还是有批评的地方 何经理是非常直接批评拜登 那个时候 那后来何经理是退选民主党初选 后来就支持拜登参选 那拜登就请他当副手 真的是过去三年半 他们合作得非常非常的愉快 而且过去一个多月 或过去几个月 很多人开始批评拜登的声音越来越高了 尤其是他跟川普变文会之后 批评拜登说他要退出的声音非常非常高 但是过去一个多月 何经理都是非常在公开场所 一直一直支持拜登总统参选到底了 所以他也没有公开呼吁拜登推选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阴谋论而已 对那何经理应该跟拜登关系很好 你刚刚提到这过去三年 他都很support拜登 那现在还有一个阴谋论是说 民主党内部自己透过这个辩论会 是不是要逼供拜登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也是一个阴谋论 因为大部分的民主党人士 不管是总部或国会议员 他们也是很非常支持 本来非常支持拜登连任成功 因为他们觉得拜登是做很多很好的事情 他推出对美国社会很有帮助的 各式各样的草法案等等 所以其实国会议员 不管是中医院 他们对拜登的表现 大部分是非常非常满意 很期待他如果身体健康 允许的话可以有第二个人期 然后后来越来越多人发现 其实拜登的身体健康的确是有问题 所以连我常常在节目说拜登会退出 但是我本来说三月或四月会退出 所以退出我是对的 实践我是错的 那结果他还是会退出的 但是民主党人士真的是对他非常满意 OK 好 我们持续看到那这一次确定这件事情之后 川普立刻补上了一句 他说贺锦丽比拜登对我来说更好打 但我们来综合一下外界的分析 整理出贺锦丽现在对上川普 她其实有三把大刀是可以来对付的 我们来看到的第一个 她是贺锦丽今年她的年纪是59岁 川普年纪高达了78岁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贺锦丽比川普小了19岁 那川普就很难在这件事情上面去 年龄上面来做文章对这个对手猛攻 第二个是贺锦丽她是检察官 那再来我们看到川普则是有案在身 那贺锦丽如果攻击川普的司法案件 她的攻势就可以变得更凶猛 另外摇摆州上面当然了大家知道 不管是年龄或者是她的黑人选民 可能都会更支持贺锦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贺锦丽在拜登总统执政四年 虽然看起来不太有存在感 但是大家知道她还是有她的重要性 能否展现在这次里面一些惊人的爆发力 有没有可能赢 现在民调也特别显示了 我们画面上看到 这个副总统贺锦丽是CNN的民调 47%的支持度 前总统川普是48% 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机会 是这样吗 Ross怎么看 不能排除她当选总统 虽然非常难 尤其是最近一个月 很多要白州的相关民调 显示川普领先拜登5%左右 不管是宾州或密西根 威斯康辛等等要白州 通通川普都领先了 所以虽然CNN有全国的民调显示 何景丽就落后了1%而已 但是在摇摆之后 摇摆之后会确定一切 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也知道 所以除非何景丽在摇摆之后 可以领先川普的话 他就没办法当选 好那我们持续来看到 现在看起来还很难说 但是有一些些的机会 刚才Ross已经帮我们讲得很清楚了 那针对谁来当选 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他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 做了一个回应 他被问到有关于中国大陆 对此事的时候只是回应说 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 他说他不做评论 确实我们看到贺景丽任内 很少谈涉中议题 但是现在是不是真的就得来谈了 尤其抗中议题都是美国在 美国总统大选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如果是贺景丽能够有机会当选的话 我认为她是个弱势总统 她会跟着参议院跟众议院走 因为她只有法律背景 她只有法律背景 她虽然当了副总统当了四年 但是在这一方面 我看她其他相关的认述 不管经济的 军事的 甚至国际政治的 在上面比较少设计 我认为这是她的弱项 她的弱项的话就要跟着 跟着参议院跟众议院 这两个方面去走 那我们可以看 参议院跟众议院将来 美中是什么 美中的话 现在的话竞争性大于合作性 那在竞争大于合作的状况之下 那这样的话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不会搞得很好 这是个结构性问题 不管谁来当总统 这一方面的路 走的都不会太平顺 比如说这个贸易壁垒 小院高墙 这是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 因为为了保护美国的市场 不要过度地被中国大陆所占有 那你就要提高贸易壁垒 而且那个时代是另外一时 现在的话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几乎对这个世界市场 几乎有席卷之势 为了保护 那就会做两个 第一个提高贷易税 第二个就讲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你产能过剩就是请销 你就是政府补贴 那我就要再给你课重税 变成这个样 那对美国来做一个保护 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这个经济上结构的这种 这种经济的 我们讲的叫经济战跟贸易战 那是不是要持续下去 当然持续下去 还可能比以前的 包含川普任内 包含拜登任内 这各四年 我认为都还要更严重 更严重 当然会了 税要不要继续加 税只会继续加 不会减 我认为是这个样 为什么 因为竞争性大于合作性 只会加税 不会再减税 那减税 可能小减税 但是大加税 变成这个状况 然后另外一个 我认为 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按照修习 底德陷阱 我们知道 中国 美国是想要继续称霸 美国毕竟已经 从二战之后到现在为止 称霸了80年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现在崛起了 我们一直讲到中国结极监委 那个就是 中国结极的角色是什么 异霸 压住 美国是要称霸 中国大陆是要去异霸 运制的 就帮你抑制住 你这个 在美国 所以中国大陆 不管上河组织也好 金庄五国 金庄十国也好 或者是一带一路也好 一带一路走经济 上海五国 上河组织 还有 上河组织走的是区域安全 你如果是长得金砖十国 兼有经济跟金融 也有区域安全在里面 我说也可以看出来 那这要是两强在那边对垒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来看的话 两个 在说他贺锦丽有这个机会 去当美国的总统 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他没办法摆脱这方面 结构性的障碍 一个是要继续称霸 一个是要抑制 他继续称霸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 竞争戏又要出来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会跟着一起走 而且贺锦丽没有军事背景 没有当过军人 那个最起码川普 川普当过 十三岁就在读纽约军校 十三岁他爸爸就把他送到军校去 读五年多 十八岁在去读大学 他是有做军事训练 所以他这党子弹还党得蛮那个 他在军事上 多少有这些军事上的背景 是这个样子 那贺锦丽完全没有 贺锦丽的话 他是法律人出身 也没有经济的这方面的背景 也没有当过州长 当过参议员 但没有当过州长 那关于行政能力上 虽然有四年副总统这方面的 对他的方面的补位补强 但是毕竟所知是有限 那他就要听这些幕僚的了 他就要听参议院跟众议院 所提的这些相关的法案跟措施了 他就要做配合 所以他认为贺锦丽在这一方面 如果是他当选 是个弱势总统 如果是川普 那他已经当过四年总统了 他现在只是卷土重来又重新当 他绝对是个强势总统 所以两个一强一弱 你看他选强还是选弱 就是这样子 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 美国就是两党政治 这很清楚 同样一个问题请教大使 因为刚刚将军特别提到 以后贺锦丽是弱势总统 你又怎么看 对因为他事实上他的资历 他的历练说实来是比较薄弱 而且他这四年里面 事实上的话 他真正参与拜登的重要的外交事务 也是很有限的 本来美国的副总统就是比较 比较卑微性质的 总统要扮成什么 他就去扮演 他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 非常深嫩的表现 比如说他有些不该笑的场合 他就笑得很奇怪 他就会大笑 最近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社群媒体的话 已经不知道是不是 共和党已经有那个短视频出来 收集客集力在各种场合 很奇怪的大笑的镜头 话十几个 当然这个只是 将来我觉得他一直要一站到 那个候选人的位置 那他就要接受这个最严苛的检验 所有他的过去历史 统统被挖出来 那就不晓得他过去历史到底如何 那我觉得他缺乏这个资历 就是说各种历练 可能会是他比较重大的一个 会被他的对手拿出来 猛打的 痛打的 当然在外交政策上 我觉得他不会有太多自己的主张 因为他事实上缺乏这个历练 他不像拜登 拜登经济外行 社会外行 什么都外行 可是拜登外交 他认为他是专家中的专家 因为他在联邦参议院这么多年 他都是在外交委员会 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看拜登在谈到外交问题的时候 根本别人没有发言权 就是他老兄一个人的意见 对 不过他的思维是非常成就 他这种 美国的所谓的代差也是很快 大概十年 他这个八十岁的世界观 跟对美国在世界上扮演角色 跟七十岁就不一样 那八十岁还是美国 他的观念上 就是美国反正就是独抢就对了 全世界都要听他的 然后他就要把他那个已经上一个世纪 那个全球的那个冷战的那个架构 他现在在恢复 也不考虑美国的国力 跟国际环境的变化 拜登的思维方法是 他八十岁的美国人的想法 七十岁的想法不同 六十岁像他不同 然后这个五十九岁的贺锦丽 在加上的出生背景 就是加州出生 他跟拜登绝对 对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人扮演的角色 那他是完全不同 可是问题他 现在他没有发言 他没有控制权发言权 因为他现在在上课 拜登的所有的幕僚 每天在给他上课 他真的要 这个现在民主党的主流的思想 灌输给他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战线